大家好 今天是1月25日 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 接著可以休息兩天 第一 市今天也升了 很多人對中國的舊市問題 沒什麼信心 因為最近說的中特股 去年2023年4月說過 現在又拿中特股出來 市後可以升 當然了 第一 中特股 對中國的管理層 特別是企業管理層 是一個很新穎的名字 其中最新穎的就是ROE Return on Equity 你說Return on Equity的事情之中 對於西方企業管理層 是很重視的 就是說 我有1元資產 我可以賺到多少毫子 西方管理層 我最好賺到9毫子的利潤 就是9毫子的匯益 所以中國管理層 因為這是國企 我可以賺到8毫子的利潤 可以賺到1毫子的利潤 或是可以賺到1毫子的利潤 也可以賺到1毫子的利潤 經常會有很多股票回購 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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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 那本來是100股的 那你現在將股票回購到 只剩下10股的話 你的股價自然就會擠上去 那中國管理層就不是 100股就是100股 它又不會抗股 又不會去縮小它 不會回購 那在中特股裡面來說 我只給大家一個例子 這個叫中二棟 中二棟他賺很多錢 他坐著夠錢 什麼都不做 為什麼他不做呢 第一 阿爺又不讓他再做多些 因為他做得太大的話 其他兩兄弟沒有飯吃 所以有一個是壟斷法 是不讓他去賺多的 那賺了錢怎麼辦呢 那些人又壞 我真的說他壞 那賺多了 你就派多些息 你坐著幾千億幹什麼 你真的怕鐵塔的東西 你是不是全部倒下來 或者你拿些錢去做研發 搞個雲 那也不用給 整個阿里雲 是不是 他沒有做 所以呢 但是呢 到了去年中特股一出呢 他就做了事了 立刻 走去投資起 中國農業銀行 不是 油柱康 那還有一塊錢 我投資了 賺多了錢 那現在死了 油柱康又派息的 以前那塊錢 等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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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定期存款 不是那麼多息 油柱康派息 多於定期存款 那這次呢 在昨天 中二棟開始第一次 回購股票 所以 自從去年的中特股之後 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問題 不明白那個ROE 那 中二棟把那些錢洗出去 油柱康那裏 那他的資產就少了 賺的錢呢 那會很明顯 會是 就是 OK了 就是 就是 賺的錢 由於那個資產少了 都是賺這麼多的 而之中 那個ROE 就可以高了 因為墳墓小了 嘛 不可以了 你再買別人的東西 原來牌息更多 過你之前 拿著現金的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唯有走去 要今次 要回購股票 回購股票 回購股票 是做美國 很多的企業 經常都有share buyback 如果中移動 啟動share buyback 的話 我告訴你 死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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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特朗普說 不准美國資金 走去買中移動 嘛 大哥 我們這個作為 做中國人 還不走去支持中國移動 完全用一個低位 給你入 走去中移動 去回80元 就趨漲特朗普 因為中移動 在80元的時候 特朗普說 不准你們買中移動 就掉到三十幾元 如果昨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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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明白 我们这么多个总理 以来 他们的背景是如何 你不明白 这个总理的背景 你就不明白很多样东西 第一 我们先讲一下温家宝 温家宝跟我打点关系 拉下与我亲戚关系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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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校友来的 因为在港大的时候 我读地质系的时候 其中一个教授叫彭奇瑞 他在国内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 他三零年代在亚利桑那州 拿到这个博士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找得到 就是在平洲都有的 东平洲都有的 是叫seal light seal light是干什么呢 当你弄好一个矿之后 是放进去里面 是要防止放射性物品的扩散 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 夹慢 可以锁住放射性物品 那你很多核原料等于用完之后 就有放射性物品 死都猜不到东平洲有私要来 他找到的 彭奇瑞的博手找到 就是我的老师找到 我都去找个客人 不过大家现在不要去 根据香港政府条例 你现在去那里挖那些任何样东西 是叫破坏 等等等等东西 拉你坐牢 千言不要 其实讲完之后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seal light 算数了 讲完了 不过中国是有的 那温家宝做什么呢 专门就是去挖石头 就会死做死做死做 在创意性上不多 就像我这样 我这些石头来的 创意性不多 所以做来做去的时钟 一出 那时候2008年搞四万亿 四万亿 四万亿他就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奸人在这儿 立刻你四万亿 地方就弄到十八万亿出来 中央以为他出着鸡 大家大焰身平 谁知道原来四万亿是市油 十八万亿 鸡、鸭、羊、鸭、鸭都出现 很多贪腐起来 他对金融市场不认识 李克强 他是看产业 东北起家 所以李克强的电力指数 对的、好的 你作为做工业上的时钟 是很对的 我想请问你 除了Bitcoin 挖Bitcoin 要用很多的电 之外 我想请问 炒股 金融市场 要用多少的电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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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那一套 是out 李强是什么人呢 第一 Tesla 下直上海 李强拉他过来的 还有很多的外国企业 下直上海 是李强出去做的 去年的11月 他未曾上场 不过李克强已经放假了 李强就立刻撞上去 做什么呢 解禁 解禁 解禁了 解禁了 李强解禁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2022年的6月1日 当时上海又出现疫情 李春兰呢 当时的副总理 他是去上海说 指导这个防疫工作 又说要封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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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就走出去做调查研究 问过那些人 小区人民 那些小区人民 个个都告诉他 还封封了 我们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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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于是怎么做呢 回来之后呢 这些小道消息 李强是拍桌 顶嘴李春兰的 一个上海市的市场 你怎样可以顶那个 这个是副总理啊 你月级顶嘴啊 杀你的啊 那我又不封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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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測 如果是真正有的人逼他出去 沒有的話 回去 不用封 所以封是很短時間的 不是一封 封你一個多年 是兩天 就搞定 這就是李強做事的方法 什麼叫做有調查 沒有調查 沒有發言權 講完了 所以當他去年4月 講了中突股時 提過ROE 有沒有哪一個中國總理 提過ROE的問題 沒有 因為以前中國總理 全部都是用農業過來的 工業過來的 不是金融界的 李強是金融界這邊過來的 所以很多人 還是用農業總理的角度 去看一個金融界總理的行事方法 掛得了 所以大家對今次 你信不信 沒什麼所謂 兩三年之後就知道了 好嗎 特別是2024年 第三至第四季 或者根本都不用 第一季就知道了 好 好 好 很多行業上升 免得要趕快些 接著就是 煤炭還有很多 保險很多 保險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債務問題解決 是不是 好了 煤炭方面就是 哇 大哥你看看 那些以中國神話都升3% 這些全部升3% 為什麼呢 即使是 那些製造業 的燃料 用不用得多呢 所以稍持的 中國的PMI 中國的PPI 中國的什麼產出 會不會好呢 白燒啊 那些煤 好了 再跟著 煤炭做完了 那跟著之後 到保險 嘖嘖嘖 那也不用想啦 保險很多都是金融股的嘛 再跟著 公用事業 這些不要說那麼多了 麻煩了 那再跟著 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為什麼呢 你工業好 你就用多些的原料的啦 交通設施為什麼好呢 那 加通設施已經不是第一次上榜了 前一陣子已經上榜了 病之前已經上榜了 為什麼呢 你這個製造業多了 好 物流是不是要多了啊 簡單 好了 先別說這個 先說個別故事 ��壁 有個個分症到其中 大家都便анд悟呈 好 好 看看 這一點 可以語句 說 有機會 mand Nuhe sauce 挑戰這個 圖人家通道 怎麼會 gewesen 這次 productive 這樣就不單這麼簡單 我們先在讀 先 unconscious 昨天我們應該畫過這條線 162這裡是一個重要阻力位 現在未到 再上多一點 如果能夠突破了這個區 去到165的話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說 契弟買得摩 165之後應該是175 175之後又將會怎樣呢 上面 這點我也要跟大家看看 昨天這裡還是一枝陰燭 這是去年11月的情況 我想大家看看 他們這個樣子 相不相似呢 再突破了保利加通道中族的話 是應該怎樣呢 就上來這裡 這裡是多少 185 所以 沈大師有時說4萬 雖然 畫他有些少誇張 不過可以升到大家4萬這樣的口 是絕不為奇 真的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還是嘲笑他4萬的嘛 那我只是說 你不懂得利強咯 好 好了 今天 推介什麼呢 聯通 聯通 看看 股價 絕對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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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